將瓶蓋依顏色區分 用大色塊切線條分割方式 貼出色彩鮮豔的山豬魚群 桃園喬愛國小學生 搜集進一萬多個瓶蓋 進一屆畢業生們的橋手 將瓶蓋一個一個排列黏上 創作出馬賽克拼貼牆 美化校園也一起在母校留下紀念 畢竟我們就要畢業了 這只是留給一個校長或同學的紀念 因為大家在一起很快樂 我喜歡這種感覺 年平開的時候有說有笑的 就算被探了還會有同學幫忙 環保兼具美觀的馬賽克拼貼牆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 目前完成約80% 希望在畢業前夕六月中完成 由於今年喬愛國小 成為都會區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 校方當初設計圖畫草稿 還請教了泰雅族藝術家 迷路海用意見 打造文化印象 我們今年學校 讓他變成了原住民的重點學校 在當初設計這面牆的時候 有跟藝術家迷路海有討論過 他也提供了一些想法 就是運用原住民特有的山豬 魚 山 海 然後還代表整個是一個 深深不息的概念 將平常用不太到的瓶蓋 轉換成創作媒材 成為裝置藝術 數了留下美麗的牆面 也讓學生了解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重要性 記者 西亞納島秀 桃園大七採訪報導